1個毛,2個毛,3個毛,大家好,我是三毛 今天三毛,讓你天地劫玩的更好 今天6月21號,明天6月22號的月版本更新來啦 沒錯沒錯,明天是月版本更新 然後這一次更新,先開頭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雷鳥塔,雷鳥塔因為他日期物質,然後他今天提早結束 所以導致大家都沒有打到雷鳥塔 官方其實很有誠意,他直接在說他在6月22號維護之後啊 發放玉太玄形36個,魂石自選6個,那應該可以選怨虎喔 然後那個碗隨就是我們可以洗那個6內的6個 然後七刃石2個,然後金幣10萬,表示他們的歉意啊 那他這個我覺得補償其實蠻有歉意的 雖然他的信件回復就是說 喔不好意思我們下次會注意 但是呢他這次有補償我覺得 大家應該要接,就是 就是應該我們可以接,我可以接受啦 希望大家也可以接受 啊我也不是幫官方講話,我只是覺得 我覺得他他有做到他該做的事情,不錯了不錯了 好那本次更新的話一樣是早上的 也不是早上,凌晨的10,凌晨的0點10分 然後到早上的6點,那因為這一次啊 更新的東西比較大一點點,然後請大家就是早點去耗完題 然後就是之後要重新,就是用最新版本去 去更新啊 他的資料比較大,為什麼比較大,是因為這次也有復刻那個小倩他們 因為那個焰刺侠3C剛好要出啊 好那本次的更新的話是有 月版本嘛就是有十字英5個 OK這是非常的誠意的 好那接下來第一個更新的話是 十字系的神魔之尊戰第7章 我記得第7章沒有隱藏道具啦,所以我應該就不更新了 除非有隱藏道具,如果有隱藏道具的話,大家在影片留言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收集資料的時候好像是沒有 好像好像,所以就不更新那個表格 如果有的話再跟我說嘿 好那第二個更新的話是我們的那個端午節活動 乘龍爭中,啊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點那個拼圖,點亮之後呢就可以獲得隨機道具 點完之後呢就是一個遊戲的CG圖 嗯那這次CG圖說不定是下豪宜了是嗎 好啦那本次的新角色是我們的公孫七月跟富雅魚啦 那這兩隻的話我已經有把懶人包的那個什麼 懶人包的那個什麼 表格做好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選影片的那個說明欄連結 去前往觀看 或者是說我有貼在這邊雖然可能比較小一點 可以放大然後或者是 我是覺得你點文章連結去下載分享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這邊口頭講一下 這個公孫七月的話他是一隻火屬的羽氏啊 但他本身 因為呢他只能打三個所以沒辦法像是 羽加 然後那個 對嗎 那你忘記了 還有那個玄宇這種打四個的羽氏 這這兩個 其實 就是白嫖能力高 但是公孫七月並沒有這種白嫖能力 然後再相比他的火屬性的那個 火屬性的那個韓千秀 那相比之下 韓千秀在動物園的顧傷然後去上燃燒的能力很高 公孫七月這兩個都沒有 導致說他在PVE的 沒有什麼地位 啊在PVP的情況下呢他也只能去偷偷後排 他雖然有天賦有在行動能力 但 但只能偷後排他沒辦法秒到當前的坦克什麼像真影沒辦法秒 然後像是 小谷他也是很怕因為他打三格小谷就反擊三格他也很怕 他不打四格的就很尷尬 所以公孫七月現在 現在雖然是天璣節終於推出一隻蘿莉的角色 但 不討喜 也就是不強 那再來是富雅瑜 富雅瑜就是 為了沒有小雪的玩家而推出了一隻角色 有戰陣 然後回血能力高 然後被AOE打還會群體AOE回血 就這隻 就是他標榜抗AOE的 然後他神必竟然又有雙凱 等於說他是自帶了那個我們的極角色太淵的升級版 所以這隻角色呢 抽不抽要抽爆 富雅瑜抽爆本池大強就是富雅瑜 富雅瑜要 抽多少我是認為你就抽一個種子如果資源不夠就抽一隻種子 那資源夠的話要打淘汰賽的我建議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那本池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就是抽富雅瑜 攻城區越不要抽也不要練不建議練啦 火屬的輸出會更多 OK 好那再來的話是下一個更新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前面有講 燕赤霞跟聶小仙的復刻 包含他們的UP池以及他們的活動都復刻了 那就打打活動打打挑戰 那再跟我也會再更新啦 所以明天有新遊戲那個棕色塵埃可以玩 呵呵呵哈 打單就有活動就做一下是不是 達粉男呢 Hari的話我跟你講念小仙逃克可是說 實在 Restor壯了那麼 楊小仙的那個who-mine的領域真的很少用第 真的很少用到,超級少 所以要說他是逃克角色門 那因為神兵的技能開放啊 我是覺得燕翅霞有在淘汰賽 跟PVP上面出現 因為那戰陣跟他的刮殺能力上升之後 傷害其實很可觀 但是 但是好像後面也是慢慢的下去了 就是沒有那麼的強勢 就是這次還是保留在大概T1到T2之間的感覺吧 有點像伐海跟青那一隻 就是沒有到很強勢 就是會隨著環境去做以改變這樣子 這次並沒有很推薦抽 那包含因為未來其實也有推出 因為我們有未來式嘛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未來是哪一池 跟哪一隻角色會變強 會3C啊神兵加強 我是覺得這兩池可以省一點資源 沒有到必抽的感覺 好啦那再來的話就是神兵技能的開啟 就是公生心願富雅瑜 逆彩城 聶小倩跟燕翅霞 那其中最推薦的開的就是富雅瑜跟燕翅霞 那其他三個的話如果有練就開 如果沒練的話可以放著 也沒有到很急需要開的那種感覺 那再來是3C的技能開啟 另彩城聶小倩跟燕翅霞的 那推薦開燕翅霞的 那逆彩城就 陶克拉人用其實也還好 然後聶小倩的話我也覺得還好 反正3C跟神兵大概介紹到這邊吧 那光風季月的話跟通關關碟這兩個就 不挑個不講 那這次的話新增跟優化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第一個就是可以變更營地了 再也不用去只是沙漠啊 但這個功能就我覺得就是 可有可無 都已經兩中年了才新增這個 那時候過年的那個場景我就還蠻喜歡的 再來是機身跟視頻的方法終於來了 萬歲 再也不用拔一個再拔一個再拔一個拔來拔去 爬塔拔來拔去超累 超級累這個新增之後 應該會很好 然後見面加速嗎 這加速 讚讚讚這個 那我們讀取會更快一點 然後就一般作業起來會更快一點 然後幻境掃蕩終於有了 其實我覺得有點被天氣節慣壞 像是這個掃蕩功能 有一些遊戲裡面其實沒有掃蕩功能 每日作業起來其實作業感很重 平靜姐在掃蕩這部分就是降低作業感 其實做的還不錯 做的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些 效能優化功能優化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盤子禮包 分析啦 這句說話禮大家都知道嘛 要買 要買 要課金就要買 但是七六十之禮 那就是 很缺神兵的 其實這一波 上一波開的神兵太多了 這一波反而開的神兵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一波七六十之禮感覺就是可以 就是比較不用那麼傷錢包對不對 那十字禮命章如果前面的神券送完你買完還不夠抽 推薦你買 十字禮二十個只要賣一千塊喔 搭配三毛的九三折買卡 更划算 930塊 有興趣要買點數的可以吃三毛的粉絲團 再來的話這個祕傳石 然後還有這個 碗水智啊這個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缺 要醒六內的話 可以買 可以買 很缺的話 很缺 但是公尊七月 富雅雲 聶小蟹 雁翅俠 雁翅俠俠的俠是不是打錯了 雁翅俠俠的俠打錯了 哎呀 密採神這幾個資深禮包都不推薦買 都不推薦買 都不推薦買 非常不推薦買 就 誰買誰盤的盤子禮貌 好 再來是這個 好像出現過的 這個 赤瓶禮包 這個赤瓶禮包包含就是我們的 AOE手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天地劫勳章 天地劫勳章 然後這個比較少用到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被人家鎖起來的紫色手 物攻15%這個 這個的話其實我其實也有非常的感受到 其實最近啊因為好像大家都做手嘛 這個天地劫勳章大部分人都有 但是AOE頭就比較少 我推薦AOE頭一定要有啊 不管是夏侯儀的柔椅啊 還是那個 那個誰 那個大玄機 大公主 大公主的遺智雷展 這個都很需要 都很需要 這個推薦大家要買 下面還有一個節氣禮包 這個端午節 端午節的 五月端養禮啊可以獲得一個肉粽跟絕品 絕品 絕品的隨機飾品 只要30塊 可以買一下 我跟你講我那個路邊那個肉粽 路邊那個肉粽要賣40塊 我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 肉粽一顆40塊我買不太下去 有點貴 結果這個這個肉粽只要30塊 天地劫的肉粽只要30塊 很划算的 推薦大家買 好啦那本週的更新就這樣啦 那記得就是其實今天是流火的最後一天嘛 然後明 等一下會實況 有興趣的可以來實況才聊聊 然後明這禮拜就是端午節 端午節還要打 淘汰賽的玩家們辛苦啦 辛苦啦 然後也祝大家端午節快樂啦 我是三毛 如果有任何想要討論的歡迎影片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想要看更多或者討論更多天地劫遊戲資訊 歡迎大家加入三毛親自管理的千人LINE社群 FB粉絲團也會每天更新遊戲文章影片資訊 最後別忘記YT頻道數值三連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三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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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